桃圆市儿童玩具图书馆从即日起到明年的1月30号 推出圣诞老人的行李宝藏特展 内容除了讲述圣诞老人发送礼物的过程中 还有一些互动式的体验任务 要带大小朋友们一起探索圣诞老人的精彩故事 每位小朋友刚过了最期待的圣诞节 不只拿到了圣诞礼物 还欢度了一个超欢乐的节庆 桃圆市儿童玩具图书馆也特别推出了 圣诞老人的行李宝藏特展 要带大小朋友深度了解圣诞老公公 那本次特展的单元内容包含了耶稣诞生之处 然后还有圣诞老人从何而来 以及圣诞装饰的一些起源 以及最后圣诞老人的故乡在哪里 那我们随着地理位置的一个提升 大家可以发现到展区的背景 也一直不停的在做改变 特展人钟伟凯表示 圣诞节是全球共同欢度的节日 但是一般亲子家庭 可能对于圣诞节背后的文化意涵 并不太清楚 所以这次他们的特展 就是要呈现圣诞老人发送礼物的足迹 了解世界城市中的圣诞节相关的知识 透过结合不同单元展项 还有互动内容 让每一个单元展项都很独立 但是又能够串起整个圣诞节庆 让亲子能够一同认识圣诞家节 并且了解圣诞家节背后的文化意义 这个展览除了讲述圣诞老人发送礼物的过程 还有圣诞节相关的小知识 再搭配单元展示不同类型的玩具 设计多项亲子互动体验的游戏任务 以及圣诞节系列的课程活动 带大小朋友体验不一样的有趣节庆和展览 桃园有线新闻 东宇飞8的采访报道